大家,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养护业计划的过程中 这种芽剪掉呢,不要保留出来呢 其实这种芽是芒芽来的 看看你家的剪了没有 今天就跟大家看一下哪一种是芒芽 其实要修剪的,不要乱修剪 乱修剪的话,它是很难长出花苞还是花朵的 在旁边同时长出两颗芽的话 如果是比较健壮的一颗 这是比较饱满的一颗的话 这是芒芽了 因为它抢夺养分,抢夺养分的话 它不会开花的 像这种芒芽的话,继续修剪掉 修剪掉之后呢 它养分才能供给到正常生长的青芽上 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正常的开花长叶的了 使一些芒芽,一定要继续给它修剪掉 不要保留出来 很多花也往往不懂 认为它生长了,就可以开花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把一次芒芽给它修剪掉 给它修剪掉之后呢 为了能够让它有充足的养分吸收 这时候吃到芒芽的补充肥料了 补充肥料的话 一般都是有一些农家肥或者是颗粒肥 这两种的话 对它的生长是特别的有利的 农家肥的话 一般都是使用一些鸡分肥啊 或者是羊分 经过了风干腐蜀好后 给它撒到花盆表面就可以了 或者是作为底肥栽种叶菊花也是可以的 因为里面所含的蛋黎甲元素是特别的多的 特别适合一些本栽植物使用的 就是作为底肥还有埋肥两种 另外一种呢就是颗粒肥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这种家庭中的微生物颗粒有脂肥 里面所含的有脂质成分也是特别的多的 这种的话如果不太方便去弄一些农家肥 可以到网上或者是花卉市场购买一瓶或者是更多瓶这种 微生物颗粒有脂肥 这种的话在家庭使用是特别的方便的 适合在一些羊排是为基栽种 盆栽的话使用这种是比较的方便的 这样就不用麻烦经弄一些农家肥了 这样是特别的麻烦的 使用这种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到网上去购买一些比较现成的 风干腐蜀好的初间美羊分也是可的 我平时就是使用这些养自家的一些花花草草绿菊的 食物也是挺方便 挺习债 肥力也是特别充足的 不会造成一个三根烧苗的现象的 使用方法是特别的简单的 比如说一些小口菌花盆的话 用到三到四勺就可以了 这种肥效可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的 或者是刚才说的这种农家肥也是可以的 它是能够调节土壤中的一些纤维素的 使用一次肥效也是长达25天左右的 最后一个就是做好防虫工作了 防虫工作的话 红鸡猪百分之介克种 进入这个春天还要接近这个夏天的时间 最好是做好防虫工作了 可以用到这种内栖型的肤种胺 撒适量的烙花盆盘毒表面就可了 一旦肯息到了 它就慢慢的死掉了 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 咱们可给它四十天以后 适量的撒一点点进去 这样就大大的降低虫害的发生了 今天就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烙鸡猪长了这种芽 一定要齐齐处理修剪掉 这样它才能够正常的生长开花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方法一定要做好 掌握好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